成为我生命的责任 所以你每天都要供佛 你每天在家里弄一个小小佛堂 然后一本经 每天要拱一个水 拱一只香 随便你 这是你活着的责任 而且你每天要布施给外面的乌鸦 你不要说乌鸦别人喂我不要喂 有形的动物 无形的孤魂野鬼 是我的责任 各位今天住在西雅图 西雅图七百万人的福报 消灾是我的责任 由西雅图到美国 由美国到地球 由地球到法界众生 是你的责任 所以慈悲心是一种 承担众生苦的责任跟能力 这句话重不重要 学大乘佛教很伟大的 那以这个能力 所以我发菩提心 愿成佛 这个叫因果 这叫发心 所以念一下来 知恩 念恩 报恩 起慈心 起悲心 起真上意乐 发菩提心 这样 那你真实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以后 要把菩提心当作你的修行 所以你每一件事情都要发菩提心去做 穿衣服 当愿所有众生有衣服穿 而且知道惭愧能够修空性 这是你穿衣服走路 对啊 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发起菩提心来窜息 窜息各位你不能懒惰 比如说你负责来做老人院义工 那每一个老人你都要一天去看他两次 你要规定 刚刚我听我们信师说我们现在中国大陆有规定 2017年的规定 做小孩子的一个月没有去看爸爸妈妈一次 爸爸妈妈可以告他 可以告他 一个月才看一次也会没来 接下来还要打电话 对不对 就是说意思你不能遗弃父母 因为现在这个孤独老人的问题 孤独死的问题已经太严重了 只好定这个法律来保护这些孤独的老人 他不是没有儿女 而是儿女一欺负母 不理他 连丧事都不办 对不对 我想独居老人不是没有儿女 是儿女不理他 是不是 这是一个习惯吧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真上意乐各位要发起来 承担 那你才发起菩提心 有了菩提心 你要经常练习 但是菩提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我执 所以各位发菩提心还要练习 不断练习 练习以后还要断我执 就是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我快乐 我痛苦有我的存在把它消灭掉 你不把它消灭掉 你不叫菩提心 菩提心的敌人就是自私我的 想到自己 所以有一个比例吧 我经常说在优婆色界经 有一颗药只能救一个人 你的独生子也生病 你的敌人儿子也生病 好 现在考试 请问这个药要给谁 敌人儿子 这个叫菩提心 菩提心以立他众生为止 而把自己放在最后 有点像地藏菩萨一样 我不入地义谁地义 地义不空 士不成佛 众生都成佛了 我才要排队到最后一个 一般人就急的想要成佛 地藏王菩萨是急的想要帮助众生 观音菩萨早就成佛 但是他变成凡夫在帮助众生 比如说你可以做皇帝的 我不做 你送我去监狱 我去帮那些监狱的生病人 忙一辈子 这就是我心灵的国王 那他监狱里面他要受虐待了 他不方便 他不是什么大神通没事的 他只是心里平静 但是在生活上很苦 这个叫法王 以一切法自在 然后确实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 经典这么说 那你要不要按照这样做 这个叫戒律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叫 能依教奉行佛 怎么没声音呢 我才问你 才叫你想发菩提心 没有没有 我已经受过菩萨戒了 我不用念你不是菩萨 假名菩萨 所以各位你已经听到我这么说了 我把后面讲完好了 发菩提心以后 你叫发心力 第二个你要不断练习 你一天要练习几百遍 几亿遍的菩提心 那再来呢 对峙力 你要把那个伤害菩提心的这个 我执业障消除掉 要一方面忏悔业障 二方面思维空性 第三个善因力 第四个你要不断的累积资粮 不是直接的入境境 点万灯供换水百千万 像明天要去放生 最好各位放多一点 所有市场都把它买掉 这个善因力就是说 你要一直累积资粮 发菩提心不是放在心里 是你要去承担 各位你家有空房子 不要租人家好不好 干嘛 收几个孤独老人你来照顾 免费 三个房间收三个 你要发愿 你不能说 我爸妈难得死 又早来 那不行 所以就像我妈妈往生了 所以我就发起 我要办慈悲基金会 为什么 因为以对我妈妈的方法 尽力的来帮助老人 病人 穷人 因为我妈妈在世跟做的 跟我妈妈往生了 我继续做 我不是说我妈妈往生 我轻松了 那你要积这个善因力 最后呢 祈愿力 也就是说 我祈愿自己的菩提心 乃是众生因为我 而都发菩提心 最后都成佛 这个叫你修了愿意发菩提心 后面还有这个五个力量 所以念一下来 发心力 窜息力 对峙力 善因力 就是你要去累积功德 祈愿力 天天祈愿众生 都发菩提心都成佛 那这样 这个叫前行发心 也就是说 当然我这样讲 你会说 这个浪费时间 但是各位你要 思维习惯了 开个车 走路 今天我要去跟某人讲话了 就像我刚刚 刚刚各位要开始念了 这边在忙 我们法师也念 反正你忙 也要念他的这样 乱乱的 这个不符合佛法 不符合佛法 因为我认为 虽然我们是小小的 每一个动作都很认真 要符合佛法修行的次第 所以你既然发心 要帮助众生 那最好每天做三遍 各位 最好你规定 每天要做十遍 我认识一位 他规定每天做108遍 赶路四十 或是烟共 或是水 因为他要窜息 他要不断的去练习 自己的悲心 因为真实有众生 那你要这样子 不断不断不断 从你心里面去修行 我想有这么比喻吧 就像一个女孩子 谈恋爱的 她每天 男朋友你好 男好 我叫我去买东西 穿飘 她每天都在窜息 看哪一天 我在一辈子 把你抓得紧紧的 你不要找别人 她会有这种 做声音也一样 醒来就钱钱钱 下班以后 女人在哪里 我要去风流了 骗骗老婆 因为她赚了钱干嘛 就是要花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 人不是没有心 所以有一句话说 如果你把做生意 赚钱的心拿来学佛的 很难不成佛 一个女人如果把爱漂亮 谈恋爱的心拿来修行 也一定成佛 这叫众生皆有佛心 有那个能力 它是因为你用错了 那用错怎么办 那各位叫 现在你听我讲了 你就要发誓 这个叫戒 所以我发愿 我如果再这样 我就下地狱 我一定要这样 不能这样 你要有这个誓愿 把这个菩提心空性忍辱 当做你的生命 誓愿 那叫菩提心界 或是最高的 请别人诸佛菩萨证明 我永远这样 不然我下无间地狱 那叫三妹也 就像不动佛这样 跪在诸佛面前 观世音菩萨跪在诸佛 我如果 如果失去悲心 舍弃众生 我下无间地狱 所以它名为观世音 那你要把 你要测试你自己这样去做 所以我想 各位现在我们还要再做一遍 甘露诗诗 那我们也要一起 升起这样的心 因为这样的心 那请问你这杯水 会不会变黄金 所以我每天在路上有空 我就撒米 对别人看我是米 这是个黄金 黄金是世间最高贵的 在佛教比黄金还高贵 念一下吃极解脱 鸟也好 蚂蚁也好 像我们这次去西班牙 我最考虑 我撒米 撒出去 要给鸟 结果鸟都没了 一只蚂蚁搬一颗 啪就走了 那边的蚂蚁叫非洲蚂蚁 也虽然不大 但一颗蚂蚁可以搬一颗米 啪啪啪跑得比坏的 哇太快乐了 他们在搬黄金 蚂蚁不是自己吃掉 搬回去巢穴里面 给他们的同伴 给他们的儿女也好 给蚁王也好 这种心态让我们赞叹 所以我们不是在撒米 我们不是在撒水 我们在撒的是众生的黄金 离苦得乐的依靠 所以各位这一杯水 你一拿出去 一言伏提恶鬼动生 都可以吃饱喝到 而且呢 念一下恶鬼升天 他马上脱离恶鬼道 饥饿 所以各位还会念破地狱咒 把地狱打开 那些地狱的众生 都来得到这个甘露 就算他不能来 我们会把它融入在地狱里面 所以对天道众生 也愿他们得到这个甘露 因为他们天 吃的是一种福报的甘露 我们现在布施出去的是 一种净土甘露 让天人又能够吃到 这个甘露升更高的天 来自往生净土 所以要这样去 观想一些对所有众生 也就是说 虽然我们简单的 只有一杯水几颗米 但是呢 我们对的是 我们是用佛的心 在做佛的事 也让众生成佛 然后最后为他们念阿弥陀佛 请问 往生者会不会去极乐世界 不得不去 因为他的福报太大了 他因缘成熟 佛力加持 所以我想这个跟你 花钱没有关系 用心比较重要 但是你用心在花钱的叫 福慧双修 只用心叫慧 但是你要真实 布施你的金钱 生命时间 这个叫福 那这两个要喝起来 但是你不要为了修福 而忘了会 我去布施很多钱 但是你 你不想断贪生吃 你不想真实思维空性 发菩提心 你只是修福报 老实说 我刚刚从住的时候 我觉得住在美国的人 有一个共善业 每个人住一个房子 一个花园 这个是很好的善业 也是过去有布施 不是穷人房间 但是去捐钱 给人家住得很方便 给人家花草树木很好 那我想各位 这些福报 你不能说我学佛了 学佛是 你要为众生修这个福报 给予众生这个福报的机会 也就是说 希望你住到西雅图来 这十年 西雅图的这个经济土匪猛进 灾难减低 死亡超度 少人生病 那这个叫菩提心 所以三书圣再跟我背一次来 前行发大悲心菩提心 正行不退转 安住无我空性 这是在苦行里面 认真 来 结行慈悲 回向法界众生 同享功德 同诚佛道 那请问 你为你的妈妈 修一次甘露事实 福报大不大 我老实说了 我以前有一个老老板 他累世是我的父亲 所以他叫我去到公司上班 把我生一直生 生到最高的阶段 就不能生他儿子而已 这样子疼爱我 后来 但是他赚了太多太多的钱 花天酒地 后来就生病往生了 好在他太太很有善根 他太太跟他女儿说 哪一天你爸爸快倒了 你一定要找海涛法师 因为我是他公司的经理 后来出家的 因为他只听他的 这样 后来他 他终于快往生了 但是挣扎很痛苦 又去不掉 他女儿就找到我 我说好 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南部 他们在北部 那我刚好有一点时间 我说车子帮我栽到嘉义一个地方 我要帮他做一次烟供 我去买一点点食物 烟供 我做完以后回向 他就断气了 这样 就断了 我开始做的时候 我跟他女儿说 我现在要开始做了 你在那边听你爸爸 你阿弥陀佛 他那个乱跳 那就平稳了 那个声音的声音就不见了 他就平静了 等我做完以后 他就往生了 各位 施死重不重要 也不是说施死 是因为你很认真去做一件事情 为他做 当然我想的不是为了他 我想所有正在老人 正在加护病房 正在挣扎的 因为他让我有这个修悲心的机会 然后呢 所以要前行以对他的报恩心 就是